哈囉 朋友 學雲 今天來跟大家教學如何做正確的伏地挺身 一個正確的伏地挺身 我們要先做好良好的動作 所以你要先做好四足跪姿這個動作 那四足跪姿動作是怎麼做呢 首先你可以先在地上找一個一片一家店 如果直接在地板上做的話 可能會導致膝蓋不舒服 那我們先找到一塊瑜伽店之後呢 我們先將膝蓋的位置放到你的屁股的下方 所以你再從側面去看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小腿跟大腿這邊成個流星 不會像這樣 畫一顆的感覺 整個90度 屁股在膝蓋的上方 好 OK 然後上單身呢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手放在我們的肩膀的正前方 肩膀的正前方 然後呢 順勢的往下滾 這個就是一個四足跪姿 然後當你的膝蓋 然後屁股位置調好之後 然後你的肩膀 手肘 屁股 手掌 屁股位置調好 再來我們注意我們的身體 有些人可能會這個肚子會掉下來 肚子掉下來像一腳久了就會容易甩痛 所以我們把我的肚子稍微收緊 好 收緊 然後呢 你的頭跟身體屁股屁股屁股位置調好 肩膀部 我們手的寬度大概在你的肩膀的外側 在我們肩膀的外側一點點 很多人會說你的這個手肘的開度 到底要這樣 還是這樣 沒有啦 還是這樣 這樣 這樣 那 大部分的人呢 大概是從30度到45度之間 這個因人而異 但是不可能是這樣或是這樣 也不可能是這樣 所以 這個可以大家自己去試的去抓 找到大概35度到45度之間的角度 慢慢去拿捏看看 找到你最舒適的角度之後 再去試 好 回到我們剛剛這個伺服櫃子的動作 膝蓋 屁股 垂直 肩膀 手肘 手腕 垂直 肚子鬆緊 那你不要刻印這樣 刻印把背彎起來 這都不對 好 伸直 頭 肩 背 腰 屁股都是一直線 之後呢 寬度 剛剛我們有提到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試的 把你的一隻腳先往後放 往後放 然後再一次往後放 好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 身體 肚子 屁股都要繃緊 都要繃緊 在這個狀況下只能做伏地挺身 好 那我現在做個如下示範給大家看 OK 這樣 那如果有些人說 我沒有辦法維持這種標準的伏地挺身的話 好 我該怎麼辦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做退階的方式 一樣 試圖會是動作先把它完成 我們剛剛是將我們的腳往後伸直 變成只有腳尖跟手腕的地板 我們現在把 膝蓋留在地板上面 自然都往後放 膝蓋跟你的腳臂不要離開地板 在這個狀態上做 可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個時候你的肚子跟身體 還是要保持持續出力的狀態 好 做了我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1 2 3 4 5 OK 大家今天都沒有去做學會 它其實不難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裡試試看 我們先從四足櫃子這個動作 先做起之後 再去調整你的伏地挺身的 寬度的位置 然後當你這些動作都熟悉之後 可以幫助你在做這個動作的 流暢度、穩定度等等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幫我按照片 可以去煮詢嗎 可以在這裡看 很多人可以在這裡看 你會想看 如果這就是 不然 我ntagen 在這裡看